去年9月份,屏東明陽工廠大火造成10個人死亡,超過上百人受到輕重傷 警方在歷經4個月偵查終結之後,認定存放原料的倉庫並沒有防止高溫的設備 明明知道生產物料架橋劑是有機的過氧化物具有危險性 應該是要存放在室溫30度以下的通風環境,並且還有最高安全存量的限制 但是包含董事長劉安浩,還有總經理呂英成等6名管理階層的幹部 他們竟然疏於注意,只為了求生產方便,因此依照職業安全衛生法 過世致死、過世傷害等罪嫌,將他們給起訴 其中,董事長劉安浩,總經理呂英成,遭到求處有期徒刑5年 火水利液吞噬廠房,爆炸聲不斷 明陽工廠大火,就像屏東傷亡最慘重的公安意外,檢方偵查終結 檢方認定董事長劉安浩,總經理呂英成和另外四名管理主管有責 存放原料倉庫沒防止高溫設備,且生產原料架橋劑具危險性 應該存放室溫30度以下通風環境 但六人卻只求生產方便,屬於助益,甚至存放3000公斤,違法超標30倍 涉犯職業安全衛生法,刑法過世傷害、重傷害等罪嫌 其中,董事長劉安浩,總經理呂英成,求處5年有期徒刑 也針對明陽求處罰金30萬 明陽大火造成死死,白鱼人輕重傷 其中也有消防員遭炸傷截肢,還在養傷 起訴書中,檢方提及董事長劉安浩,事後釋持狡辯,企圖卸責,未見詭異 另有管理主管巡視倉庫,不問不問,未盡其責 似乎是目視下造成憾事,農曆過年前,檢方針結起訴 記者蘇世偉,屏東報導